大选过后首场新北市政会议上 市长侯友宜对于这段期间 若有不服市民期待 他表示会一肩扛起 也感谢市府团队要坚持建设没有松懈 那么市长上任满五年 在会议上还列举了市政的成果 更希望市政成绩也能够反映在民意上 跨局出小组为新北温仔传写下 好成绩 市长侯友宜除了肯定更感谢团队的付出 大选期间市政建设没有慢下速度 面对外界的评论 侯友宜说他都虚心接受 除了继续推动党内的改革 也期盼各政党能够团结一致 面对写击的过程已经高了一段落 其实我非常谢谢很多的检讨的声音 我都有听进去也虚心的接受 侯友宜自己努力不够 我相信这些批评跟指教都是为我好的 我在总统选举开票之夜 告一段落以后 我特别打电话给耐清德主席 恭喜他当选总统 也打电话给柯文哲主席 要表达自意 希望未来我们大家面对台湾 还有很多的挑战 大家都要团结在一起 市政会议后访问谈到 国家能源政策应该要更务实 并且跟国际接轨 不要让企业人民有用电风险疑虑 而高端疫苗合约在选后才公布 显示出人民还有更多的疑问 呼吁更应该好好说明清楚 而至于立委其次过半 也期盼中央对新北的预算 可以回归理性思考 这一次的新北市立委 刚好增加了一倍 新国会新的气象 面对要不断的去监督执政党 同时我也期待新北市立委 跟国会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 也能够为新北市的大小建设 争取更多的资源 让新北市的发展会更快逝 从捷运三环六线 到基北北桃合作 就安居乐业 侯友宜列举多项全国第一的好成绩 想凸显 厚厚做事的侯市长始终如一